万众期待的海豹DMI内饰终于来了 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首先我们看整体的内饰的氛围 这次海豹DMI并没有简单的敷衍和套娃 而是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但是多多少少会让你觉得有那么一点似曾相识 因为它还是延续了腾氏N7的一些设计理念 只是因为成本和定位不同做出了一点点的区别化 这种整体的风格会在海洋网上不断的延续和持续的优化 比如说它的三块大屏幕 15.6寸的中控PID加HUD加10.25寸的仪表盘 这个味道就非常的腾势 这里肯定会有很多人心满意足 首先中高PID车型的台显肯定是有了 其次比亚迪终于是放弃了悬浮池的仪表盘 虽然我个人觉得还好 但是从大家的实际反馈来看 这种内嵌是似乎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听劝已经快成为了比亚迪一个重要的标签 方向盘采用了四浮池的设计 除了对于造型的考量 更加重要的是它的握感会更加的舒服 第四型的平底设计更加显年轻一点 而且注意看这里握持区域还采用了和内饰相同的皮质包裹 不管是视觉上还是摸起都更加的高级 设计师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心思 不过令人比较头疼的还是钢琴烤漆 挺好的一个设计硬塞了个这玩意儿进来 实在是有些浪费了设计师的心血 作为国内反钢琴烤漆第一人 必须提出一些批评 除了设计段用料也看起来非常的讲究 这个仪表台采用了类戟皮下 蒸木装饰板加哑光镀铬条的一个组合设计 这种我们在其他车系上也见过 但是基本上都是25到30万以上的配置水平 尤其是哑光镀铬条 N7看了都要打一个问号 中共区域依然是熟悉的水晶堂 但是这次不同的是 搭配了一组机械按键共同构成了控制中枢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跟海豹的设计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与坏 海豹的定位就是更加的年轻和运动 而DMI偏向家用更加成熟稳重一些 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客观来说 从用户操控便利程度来看 海豹DMI这套似乎要更加的好一点 海豹DMI的轴距是2900毫米 在这个级别中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 简直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我之前坐进去小小体验了一下 后排的空间基本上跟汉DMI的体感是一致的 甚至感觉头部还稍微再充裕一点 尤其它的坐垫长度很长 几乎是包裹住了我整个的大腿 坐垫靠背的角度和支撑 也很像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N70的内容逻辑 但是毕竟售价差了很多 所以体感上还是有差距的 其实从这些设计的细节 就能看出一个核心的逻辑 海洋网就是围绕着豪华和年轻化 在不断的做文章 05之前被人批斗说太老气了 海豹又被质疑太复杂了 明显海豹DMI这里就要做出了一些优化 整体看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海豹DMI的产品信息 可以打开懂车体APP来查看 现在留给它最后的悬念就来自于价格 你觉得它卖多少钱 能够直接把开门的亚哥们按在地下摩擦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